既然如此 那我也送你一样礼物 你干什么 让开 多谢阁主 快起来吧 灵儿 你不能去 廷军哥哥 灵儿 你听我说 我已经想到办法了 你有什么办法呀 要不要我当场把你的计划说出来 师父 恕徒而不敬 灵儿 我们走 我不走 我已经禀明阁主了 三日后入浮育岭接受试炼 阁主已经同意了 你会死的 我不怕 灵儿 廷军哥哥 请你相信我好吗 你已经为我做得太多太多了 这一次 我想用我自己的力量 入星辰阁 成为你的铜创 易姑娘 我佩服你的勇气 如果你可以从浮育岭安全出来 前尘往事既往不咎 而且我还可以亲自传授你武功 多谢阁主 明天 印尺师父 会打开星辰轮 让易奉陵进入节节 其他任何人不得入内 以易奉陵的功夫 我怎么对付颜河记家 除非 你能破解星辰轮 让易奉陵逃出来 好 好像 我搬不到吧 我封天义的字典里没有办不到这三个字 你在密室破解机关的本事我已经看在眼里了 相信这小小的星辰轮难不倒 小小的星辰轮啊 陛下 你也太抬举我了 陛下竟然想帮易姑娘 那之前 知道在精英会立足你需要注意什么吗 少说话 多作诗 你只需知道 这个机会我已经等了很久 这件事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不许失败 华神佩 我终于要得到你了 廷军哥哥 你放心吧 你这儿见我 如何放心得下 这儿 我有还针给我的刘光飞还 还针人呢 既然如此 那我也送你一样礼物 你干什么 让开 臭丫头 反正这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这一步 就当做给你送别了 住嘴 你没事吧 我去 我没什么事